你这只臭妖怪 你快把我给放了 我好歹也是北路国的公主 你信不信我父王会派十万兵马 把你这妖魔鬼怪的地方 全都踏平了 本君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是谁 娇气何处 什么妖啊 我都说了我是人 那你为何没有影子 你不也没有吗 如果你真的只是凡人 那为何会有诉书印记 什么诉书 这个在我们人间叫胎记 胎记你们懂不懂 普通胎记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能量 姑娘 还是说实话吧 这明明就是我们百灵坛 代表妖怪身份的 诉书印记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 你放开 妖怪的诉书是独一无二的 上面记载了他的过去 今生和未来 不可转移 不可赠送 既然你不想告诉本君 那本君只能亲自读取了 怎么什么都没信 本君就不信了 就让万处阁 验处理的真身 你干吗 我还存在 我的人 我 celui的 談到你 你膝儿 这是我好不容易 分门别类收拾好的 君长 此人不能留 此人不能留啊 是可杀不可辱 你动手吧 大不了本公主转世偷胎 又是一条好汉 君长 如今 你们 如今 我 让你 我 你们 这么晚 您 先买 走 你 抹 吓死我了 君上 那凡人来历不明 谎话连篇 如今还捣毁了那万夙和 您为何要留他一命 难道就是因为他和您一样 没有影子吗 孔岚 你在坛中千年 可曾见过无字素数 属下也奇怪 从未有妖灵 能自主隐藏素数内容 除非 他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此人身世成迷 又恰巧 出现在坛中 贸然杀死空有后患 本君需彻查他的身份 再做定夺 君上思虑周全 属下 先去查问白膳的线索 北陆之国大德三年 皇后梦是轰玉难产 三日后出殡 宫中诞下女婴 宫主于寒露之日 诞生于宫中 实属不及 劝王上将宫主送出北陆国 永不再见 毕竟是本王的骨肉 先交由下人 养在朗宫吧 明明是个人间棺材词 为何会有种种异象 难道 编写诉书之人 也会出错 你没看见 你什么都没看见 这赤灵雁绿罗沙 还有天蚕丝袍 本君都记上上了 出门诱拐 找无伤 结算清楚 别别别别别 你们坛里无伤那只小乌鸦 精打细算得很 我去了还不得扒尾层皮吗 陈小军 这 你们坛里无伤那只小乌鸦 精打细算得很 传妖军 这数月不见了 我是来看看你可安好 你这什么时候 也开始操心人间之事了 司命兴君说笑了 你们天上百日 可比我们地上百年啊 说吧 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此次来我这里 是又偷考了嫦娥的玉兔 还是传了哪个仙族的密使 要被人灭口啊 我堂堂一个 编转三界生灵命格的仙君 怎么到你嘴里 变成了鸡鸣狗盗的 无痴小贼了呢 我这次来找你 却有要事相告 近日 尚没让我重新归正命格路 我发现你的命格有变动 尚没说 你千年大劫在即 此劫若不渡 引来天雷 必将身所闻笑 灰飞烟灭呀 本君已非上仙 什么天人武衰的 早与我无关 更何谈什么千年大劫呢 泄露天机可是天庭重罪 你 你看我想开玩笑吗 那千年劫到底是什么 不知 此劫何时到来啊 也不知 那此劫应何而起 亦不知啊 那本君问你有何用 不是 这 每个妖的劫难都不同 只有当发生了才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说小春瑶 你仔细回想一下 最近坛里有无剩怪事发生 或者有见到什么怪人哪 这最奇怪的人就只有你 你 你 我我我我这都是为你好呀 小春瑶 你这被贬人间管理百灵潭 也有九百多年了 这妖怪的诉书 都收得差不多了吧 还没有 那 那你每天都在干吗 种草养花 修神养性 小春瑶 你可听我一句劝吧 既然天尊曾允诺你 收齐诉书 便可重返先籍 或许这就是你避过此劫的 最佳之法 否则万一 万一 你哪日语化 我上身很久前期 偷得扶生半日闲 赛过活神仙 纵观六界 有哪里有我百灵潭 逍遥自在啊 还有 既然泄露天机是重罪 我劝你啊 还是快点回去 免得被天尊发现了 再将你变回八卦盘 你 你 你就毒舍不你 你 切记 千年节不可小觑 一切违反常理的人和事 都要留心哪 你 连个破柜子也欺负我 这什么诉说啊 根本就装不进去嘛 刚才明明可以杀了我 为什么最后却放过我呢 难道是 是 介于我的美貌 惺惺相惜 突然就下不去手了 一定是这样 赤鲑鱼 是 原来如此 这每一本诉书都有相对应的格子 怪不得那只孔雀那么崩溃 确实是大功成啊 优优格 赌鲑鱼 明天 明天 干嘛还替天尊老二卖命 不如放我出去 咱们一起称霸人间 魔物出逃 必演致人间大乱 你们为何如此疏漏 属下未查昆仑境被盗 保护王两冤不利 请君上将罪 吴银先生急于请罪 倒不如帮我们想一想 是谁盗走了这昆仑境 此处还残留着香果祭品 摆腰夜行之日 白膳 是先来祭拜阿苏 再带境出逃的 昆仑境是镇压魔器之物 白膳带走异于何为 昆仑境还有异用 若心有执念 静忠 即可显现 吴银先生的意思是 白膳借境 想再见阿苏 郡上 若是这样还好说 本军怕的是 他被魔物蛊惑 再做出 逆天改命之事 无论如何 还去尽快巡回白膳 吴银 吴银 孔岚 我要出坛巡回白膳 我不再 替本军守好这百灵坛 是 真好看 这么好看的脸 怎么就不长在人身上呢 你 你这个臭妖怪 你竟然敢泼我 本军好心喂你一口水 可你却骂我 看你这样子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还有余力 不如赶紧收拾诉书 要不然本军是不会放你走的 可是有些诉书在那么高的格子上 我怎么放得上去嘛 你看准了扔 它自然会飞得进去的 那你不早说 你又没问我 我 好 这 都有法力 非得折磨我一箭烦人 妖精果然都是换心肠 诅咒你这妖怪头子 这辈子跟我一样倒霉 不对 是比我更倒霉 那是我的名字 是 君上 不会所要是坏了吧 我 我说不是我做的 你信吗 好他 我看见了 别耍些烦人的把戏了 本君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让 如今 你打碎我左腰时 本君再也不会手下留情 是真的 我看见了那个白衣女妖 十年阳兽 换一副倾国倾城的疲劳 你可愿意 我愿意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能看见鬼呀 看来这一次你因祸得福 你打碎了左药时 却吸收了他的能量 所以才能看到白衫素术的去向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死了 但你得为我所用 有第三条出路吗 有啊 有啊 是什么 你不会死 但你会被千腰万魔 抽筋扒痞 神骨疾血 到最后 胜不如死 好好好 我答应你 不过 如果我帮你找到那个白衣女妖 你能放过我吗 看本君心情 你 你发心 小女子寒生 以后都为你所用 保证让你 心情愉快 你们妖怪不吃不喝都不会饿吗 麻烦使用我之前 能给口吃的吗 康兰 韩申姑娘 请随我来 我才不做你的感应仪 本公主找准机会去开溜 好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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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你看那是什么东西啊 小猪猪 这个就是市集啊 我还从来没逛过呢 你们这些妖怪看着吓人 其实跟凡人都差不多嘛 对了 你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呀 众力吗 养猪吗 婚丧嫁娶吗 你们都 你再废话 本君把你变成哑巴 我 你 花孔雀 她到底是怎么当上妖怪大王的 我看 不是最好看 是最自大 最臭屁吧 我叫孔兰 谢谢 那她叫什么 她叫春妖 但你 要尊称她为君上 君上 就是只自恋的臭妖怪 看着天儿 君上好像心情不太好 君上的心思 岂是咱俩能知道的 不过若真是如此 我倒是希望君上 天天这样忧心忡忡 这样我就可以 好好地做生意了 你这财迷就不怕君上听到啊 君上百年难得来妖怪这一趟 根本不可能 放心吧 你是在说本君吗 君上 君 君上 君上 小的胡说八道 口不择言 还请君上赎罪 他贵为百灵潭的君上 哪会有这么小肚鸡肠呀 就算你咒他食不下咽 也不能寐 百病缠身 命不久矣 他也知道你是开玩笑的嘛 对不对 春妖君上 起来吧 谢谢君上 谢谢君上 君上 这天马上要下雨了 小小礼物 还不辰敬意 给我吧 君上慢走 这个女人是谁呀 怎么坛里 从来都没有见过 而且还跟在坛长身边 你要记住 你是凡人 百灵潭小镇并不欢迎你 进而 不用本君杀你 你也活不了太久 就你最危险 君上吩咐了 姑娘 就在此好好用膳 吃完 到隔壁包厢来即可 好的好的 开 好 好 好 姑娘 坛里即火 吃的就是一个鲜 这些都是小店的招牌菜 看还合不合您胃口 不够了再给您贴 看起来 好好吃哦 不用再加菜了 你们都先下去吧 走走走 这妖怪头子 如毛银血 心狠手辣 与其跟她交易 倒不如走回上级 军上 您真的打算 带她去寻找白膳吗 所要十岁 不如今 别武他法 待他寻人是其一 至于其二 本军 要好好调查一下 他的来历 凡人误闯 白膳出逃 王两渊结界破裂 最近谈中 可真是不得安生 千年大劫在即 一切违反常理的人和事 你都要留心哪 军上 军上 你带的那个姑娘跑了 什么 这什么破路啊 七绕八拐的 跟明依公众似的 这是哪儿啊 女人 好美啊 可真是 你 你 你在这儿 好美啊 你 看我 这些是尸骨殿 有剧毒 他们对凡人的气息极为敏感 一旦惊扰他们 便会把猎户折磨至死 你还真是个人间棺材子 这路上这么多陷阱 偏偏踩中 最难缠的一个 谁知道你是不是为了骗我回去 本君要抓你 还需要如此小心吗 那现在怎么办 你现在屏住呼吸 跟着我走 期间人呢 跟男人的笑容 是你先去洗舟 你先去洗舟 我可以控制你 全部有声就要 但是我看我 你想去洗舟 不然有声就要 再忍一会儿 因为那个天真正的 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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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谁让你占我便宜的 这可是本公主的初吻 也不知道你这臭妖怪嘴巴有没有毒 你 本君好心救你 你全将仇报 我现在就把你给杀了 丑妖怪又要杀了我 还得用他找白山 要不是你现在还有些用处 不然本君早就把你碎尸万段 这是什么东西啊 新锁 是以王良渊 关押魔物的锁链锻锻造而成的 恭喜你 成为第一个被他锁住之人 这是什么新锁啊 你快点给我解开 不可能 从现在到找到白山为止 你要离本君一米之外 三米之内 我堂堂北路国公主 你拿我当开门狗不吵 我跟你说话呢 你这是干什么 换上 大庭广众的 你让我换我就换 我不换 你不换是吧 好 那本君帮你换 好 影子 我有影子了 不对 这影子好像胖了点 而且长度也不对 本公主有那么矮吗 吵死了 带我去哪儿 云州城